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台北FM99.7 新竹FM90.7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要跟大家聊一个 跟昆曲有一点关系 但是其实他又已经 做了很多华丽的转身了 那么为大家邀请到两位 来到节目当中 一位就是博优作的导演 许博王 博王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 国内的金剧小天后 黄雨林 雨林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雨林 其实博优作这些年 在台湾 可以说是 让很多不认识金剧 或者是说 几乎很少听传统戏曲的 一些年轻人 开始慢慢的喜欢 而且疯狂的喜欢 我一直很好奇 博王你为什么会想到 要把传统做这样子的一些变化呢 我想大概就是 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戏曲其实是 京剧也好戏曲也好 包括歌载戏啊 很多客家戏啊等等 昆曲 戏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我们民族性跟民族文化特点的 一种表演艺术这样 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喜欢这样 雨林也非常喜欢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个 我们常会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介绍给 一般观众 或者是我们的全国同胞老百姓们 这样 那怎么让他们觉得说 可以入门 或者是说 我原来可以这样欣赏 那所以不是做的事情 比较像是我们在传统之间 跟现代观众之间 中间做一个媒介 就是你可能透过我们 你会发现 哇这东西原来是这样子看的 哇这东西原来可以这么有趣 然后经过我们再说 那我想看看原本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去看传统戏曲 然后他会在看传统戏曲的时候 却会更没有压力 然后更能够欣赏戏曲的美 那美的事物本来就是 对观众啊 对人啊 他有非常多好处 进化心灵啊 或者是摆脱绝望人生啊 等等 那我们就是努力往这个桥梁前进 这样 然后也在台湾 发展我们自己讲述 这些传统戏曲美学的方法 所以你把博优座的定位 是把它看在是 传统跟现代当中的一个桥梁 而这个桥梁本身 它又可以创造出 无限新的可能性 对这个桥梁做久了 可能它就会变成凯旋门了 它就变成是一个地标 就不只是桥梁 是 是 蛮好的 好 其实博优座一年到头 演的东西相当的多 但是你们今年 从年初到现在 大概已经有多少档 要算吗 我有点难算 我算一下 五六七档吧 我忘记了 算不出来 因为今年十年又特别多了 就是我们除了四季独剧之外 然后还有吉月切 必方之国 想要者齐天 然后二虎青年 然后还有等等等等 比较大中小型规模的都有 这样 所以认真算 我真的没准备 我们今天到 今年到底做了多少 这样 其实今年真的好像 一直有听到博优座 一直在演出 那现在终于要进入 今年的压轴这一档 终于要进入圣诞强挡 圣诞强挡 这个圣诞强挡 在云门剧场 好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作品 云门剧场 因为既然是圣诞节嘛 就要在寒冷的地方 过圣诞节才有道理 你说云门剧场很冷的意思 云门剧场当然冷啊 算说可能跟我住龙潭 差的还是差不多这样 那我们这次在云门 是我们首次到云门剧场演出 然后我们这次诚意满满的 带来两周两个作品的演出 那下午是二虎青年Z 就像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作为桥梁 到底该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晚上呢 就是黄云林跟杨瑞宇 跟柏佑作所有的演员们 一起带来的柏佑群林系列 就是先给你桥梁 然后我们就可以过桥咯 这样就可以看到 美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因为我自己 柏佑作的作品 其实我们有很多话要讲 不单纯只是传统戏曲而已 那既然是桥梁的本质 所以我们在传统戏里面 还是加上一些 我们新的诠释 跟新的身体 那当然也应景 在云门剧场 你不能在那边 就是只是唱 所以宇林带来了 吃梦这个作品 杨瑞宇带来护三娘 那我们的slogan是 黄宇林做吃梦一场 杨瑞宇火眼护三娘 这样 因为他们两个演员 作为档行演员都非常厉害 然后这两个作品 都可以让宇林 来跟我们介绍吃梦 跟他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作品 然后杨瑞宇也是 出狗比赛 得冠军回来的 身体也非常强悍 然后他们两个人 我们在云门 做的这个制作呢 他们两个人 都在最好的时候 选了一出最好的戏 最好的时机 时间点 选了一个最好的戏 而且也是很难的戏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杨瑞宇是舞弹 他是一个男弹 讲前弹 前弹 然后他的这个 舞弹的寿命是有限的 就是他现在 他今年的年纪 大概他的巅峰会在这三年 那所以这三年 你是在恐吓我们 要看赶快 没有我在恐吓你们 赶快来看这样 三年后你们就只能追忆了这样 因为舞剧演员的舞台生命 其实跟运动员很像 是是是 所以这三年 我们会比较积极做他的作品 然后让观众可以在最好的时机 就是最好的熟度 然后吃到最好的菜 真的是花开看者只需找 对 莫带无花好不好 空折之 所以那雨霖呢 他到这个年纪 演吃梦里面 催世的这个角色 其实因为历练到了 技术到了 所以更可以刻画 人物可以入目三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 欢迎大家来看戏 这样 是是 这次其实真的在 云门剧场的这个安排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下午是二虎庆年Z 就是你们的一个新创的作品 但是当中还是可以看到 柏佑作非常棒的演员们 从非常扎实的这种 传统京剧的功底里头 但是你们加入了 现代剧场的很多想法跟创意 我们的观众说 我说你们都怎么介绍我们的戏啊 我说你们为什么来看 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 你们都怎么骗人来看的 他说 哦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柏佑作戏就很像是 我都跟他们说 剧场唯一 什么唯一 他说唯一就是 你很难可以进剧场看戏 有看爽片的感觉 就是动作变爽片 爽片这样 然后就是又笑啊 然后又 又有飞车追逐 还有打斗 你们到底怎么做到 但是其实这都是戏曲给我们的本事 就是因为 我们都要念基本功 把子功 弹子功嘛 我们有很多唱念做打的功要练 那这些东西只要稍加转化 再用身体去驱动他 那在台上演爽片 当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会非常爽 因为现场就是这样 那你说演爽片是因为 不又做 我们为了要到现代 所以吸引观众做的商业模式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其实去看 晚上你早下午看完那个爽片之后 你晚上看传统的护家装 然后你再看传统的 黄友林的一文一武的搭配的这弹角 你会发现 你下午看完那个爽片之后 你就发现原来晚上看一样是爽片 就是戏曲本身就是爽片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做下来从哪个角度进去 可是当你下午已经被洗过一次 这个看法之后 晚上再看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可以像我们一样得到 非常好的看戏体验 是 所以真的很多看伯悠作的朋友 以前过去是不看传统戏曲的 但是经过了伯悠作的这个洗礼之后 哇 他们现在开始对这个 非常非常的爱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 晚上的这两出 一个是护家装 护三娘 杨瑞宇所带来的 一个就是黄雨林 这次要演的是吃梦 这两出其实都跟昆曲也有很多的渊源 是 雨林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吃梦这一出 吃梦这个折子呢 其实是当初孙玉明老师 在看了张继琴老师演出的烂柯山之后 所编创的一个折子戏 所以他充分的表现了这个 巡派的表演风格 那我个人在大学的时候 看了这出戏之后 心里就把它记下了 然后其实这部戏 你那时候是看孙玉明老师演的 就是看孙玉明老师演的 我也曾经看过昆曲版的 就是烂柯山 但是因为烂柯山他讲的篇幅比较大 那吃梦的话呢 其实孙玉明老师就把它只放在催世 知道这个朱玉成得众会计太熟了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美梦想说 他会回来接我回去当他的夫人 他就做了一个官夫人的梦 对 那他的这个折子我觉得浓度非常的高 然后人物表现力也非常的大 那当初那时候觉得很遥不可及 但是好精彩 然后在前几年可以扳演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 好像当初看了那个戏心里面的悸动 在这么多年之后 你要来实践他的时候 有一些生活上给你带来历练的一些领悟吧 所以你在诠释他的时候 你就会更明白 他不是只有单一的 贤贫爱富的嘴脸 他也是要让观众喜爱的 而且甚至其实看完之后 你会你会有点心酸酸的 有点同情 是是 其实雨林开始学吃梦 我刚刚有问他说 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 我真的很惊讶 他告诉我是陆老师 就是从一个录影带上面慢慢的学 之前雨林有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聊过春草创堂这一出 而且你好像也是从录像带上面学下来 一开始是 后来又有师傅 后来就真的见到本尊 本尊看到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惊讶 说天哪你怎么可能从录像带就学到这么像 本尊觉得穿越 我有教你吗 为什么你跟我这么像 不是老师先说像 是排戏的北京京剧院的编配演员说 真像 什么时候学的 我说我还没有跟老师学过 然后后来我其实见到本尊刘长宇老师的时候就是追着一直问 问我曾经有过的困惑的地方 然后老师说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你甚至其实都很明白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问清楚比较好 你知道看录影带最痛苦的就是有很多镜头没带到的地方你就不知道在干嘛 到底是什么 对因为镜头不会是永远就是定在一个人 对因为我有一段我大学时期就像 其实是跟川草闯常是同一个时期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花旦戏 可是花旦戏也有分大花旦小花旦 那我们通常都是以剧目去做选择 就是我好喜欢这个人物所以我选择那个剧目 那这个戏呢我是因为被剧名吸引 然后想说哦他是源自马前泼水烂柯山 我看过昆曲版的啊 那看看金剧版的好了 然后买了这个叠片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哇戏其实不长 因为其实孙一鸣老师的吃梦 他大概长度最多就是50分钟以内 那但是我们这次在云门剧场呈现了大概只有30分钟 哦 对对对 那那个叠片看完之后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个人不是孙一鸣老师 他就是崔氏 然后这个崔氏的各种爱恨贪 都记在我的脑子里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只想到那个人物 你会被那个人物非常非常的打动 对所以就为什么会记在心上 然后多年后你在想说要给自己一个什么阶段性的功课 然后没有碰过那些戏可能以前会有点却步 那你现在会想要去挑战他 可能是你想要冲破某一种里程碑也好 或是你想要再挑战一些东西 是是 其实刚才我就问于林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演这个角色 一方面于林说 刚好人生的阅历年龄已经到了这样子一个 可以去诠释更复杂 而且更多层面的一个人物的心理 好像现在这个年纪你对于那种很单纯很唯美很少女的角色 已经不能够满足你在表演上面的需要 对我可能年纪再大一点再回来诠释小女孩 可能对我来讲挑战比较大 就是看不出心理年龄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其实 我觉得我现在的年纪唱痴梦 其实带给我更多的是 对于诠释这个人物的内在 他的内在状态 他会有更多其实是发自内心的 你去感受那个笑的频率 为什么做这样的层次 那在这样的层次当中 你如何打动观众 然后我也会希望我演完之后 留在观众心中的 不会是黄宇玲 会是崔氏 那你怎么去拆解 怎么去理解崔氏呢 我记得我大学看完那个蝶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女生好三八哦 三八 对对对对 因为她比较 她的情绪上面表现比较大名大放 那跟我们一般看到 金剧轻衣 她去扮演一个 比较优雅端庄的女子 那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样的角色又居多 所以我们在看到 痴梦里面催世这样子 大名大放的告诉观众 我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会更被她吸引 但是你也会在这个 她的这个大名大放的状态当中 去看 那我到底要看你的贪 还是要看你的恨 还是要看你的 为所的嫌弃的嘴脸呢 我以前会觉得看的是这些 可是后来我拿出来 真的自己实际实践的扳演之后 我会觉得 哇我不能亮眼 我不能只让别人看到 她的那个部分 那她一定有她的美 所以在这当中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催世她就只是想要得到 一个幸福而已 然后这个幸福 她是有一把尺两者 因为她想要很富有 她想要吃饱穿暖 然后人人撑线 但其实你纵观现在所有社会 好像跟很多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有很多女人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要爱情 但是我也要面包 那其实并没有错 所以以前可能在观赏她的时候 会去评价她 然后想要把评价那些特点 全部体现出来 好像才是重点 可是你现在去扳演她 跟思考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除了表现那个可恨之外 你要表现那个可恨当中可怜 跟可爱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排练的时候 她在跟演员分享她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 演员必须要学她 学会她的动作 然后在学的时候 你就发现 其实那个细节 真的不是说我走出来而已 她有太多身体上的控制 她用很多身体的各个部位 然后包括重心 包括眼神 包括肩胸腰 臀胯 这些地方 用这些身体的技巧 诚实的一些技法 然后去表达那个 我不是讨厌 但我可怜之人 也有我可爱的地方 我虽然是个那样子的类型角色 但我如何把它变成典型角色 就是她虽然就是一个 贤贫爱富的女子 但是那个女子 为什么我看完之后 觉得是美的 那这些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传统戏曲的魅力 就是即便 即便她是个这样子性格的女人 你看完都会觉得 就是 你还是被她打动 你会觉得 为什么朱买臣不回来找她 这样 对 就是非常有趣 欢迎大家来看线好不好 是 其实最重要就是买一张票 走进剧场里头 你就知道 这些所有的 我们讲出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她演员 都是在她的眼神 她的身段 她的声音 音色 各式各样的里头 透露出非常多的讯息给你们 而且我刚刚说大鸣大放这件事情 除了她表现在唱腔之外 坐表之外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用声腔的方式 其实是我们一般在看传统弹局劇目的时候 比较少见的 是像什么样子 我记得我在 我当我前几年在演的时候 我只要有个地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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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就窃笑 就会觉得怎么是这个表情 然后是怎么会是这种声音 怎么说法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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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富人墨 哈哈哈哈 她那个笑就是整个大开怀的 是觉得我要当他人多美啊 她的那个打从心里面的那种满足跟欲望被得到一种彰显的时候的那种欢愉 她是用这种大笑去表示 可是你在传统戏弹局劇目里面很少看到有弹局就这样咧嘴笑 对对 而且其实我当初揣摩这个戏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笑 因为它有分这种大鸣大放的哈哈哈哈这种笑 你要笑的长跟笑的有层次跟有个抛物线的那个强弱 那个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另外一种笑是闷着笑 就是心里面得意啊 她的那个某种得逞也好 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生活的 可是她把这个生活的层面用技术提高到一种层次去执行它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 因为它经过精具技术上面的美化 可是如果你要从技跟意之间同时打动观众 跟传递讯息给观众 然后还能让她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想要去追求的方向 是好我想光是这个笑就已经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跟层次 那么其他各式各样的一些唱念坐标里头一定是真的煞费苦心 我们先来欣赏其中的一小段好不好 雨林今天为我们带来了其实有两段的唱段 先跟各位分享的是 这次出场之后呢 有一段独白讲 她经历了两段婚姻 然后她的现况如何嫁给这个张图护 信不幸福美不美满 可是讲完之后呢 她又想起她的前夫朱埋成 那这一段其实是慢版 可是因为篇幅有点长 所以今天带来的大概只有第一句 就第一句 第一个part 不知道第一句 那就是一句了吗 四分钟 四分钟唱一句 OK好 这第一句呢 其实就是 一往事 眼前又现 我那买成的身影 我那买成的身影 因为张图护对她就是又打又骂 就家暴 虽然她跟着她吃了饱穿了暖 可是对她又打又骂 她其实某种程度 其实应该说 生活是幸福的 但心灵不幸福 肚子是饱的 所以她想起她的前夫 对她的好 那从这一句开始呢 就慢慢的把她对朱埋成的某种 怀念就晕开了 对 这一句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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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 柏优作的导演许伯昂 以及我们的金剧小天后黄雨林 那么他们要为各位介绍的 就是今年他们柏优作压轴的圣诞强党 在云门剧场将要带来的 你们看戏是下午是看恶虎青年 晚上是看 柏优群林的池蒙跟护三娘 非常期待大家是能够下午看完看晚上 对不对 对因为你都上一趟云门了就把它看完吧 云门这么远 对大家赶快买票 买完之后我们中午中间可能会做外汇跟buffet 大家可以来登记 对 你看做戏做到做这样也是蛮不容易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上来 然后有个舒服的看戏的体验 就是下午可以看这个动作爽片 晚上可以看这个这么精致的 这个吸取之美的两个小品 对其实柏优他是算这样讲 说什么大家一起吃buffet 其实是用心良苦 对啊 因为附近不太好找东西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其实我们剧团本来就很多是 愿意跟观众互动 然后愿意跟他们更多的交流 让进剧场这件事情 不只是是我去看了一个戏 而是多了一个社群的功能 一个是传递这个分享的文化 然后一个是 现代人太容易寂寞跟孤独了 既然如此 就每周来柏优作的剧团 剧场报到吧 这样 比较像是聚会 在剧场 在剧场的聚会 柏优作给我的感觉 就是跟你们的粉丝的距离 非常的近 对蛮近蛮近 对啊 其实蛮近的 粉专上面的留言 有时候几乎都是我自己回啊 然后有问也是必答 是是 所以基本上就好像不是演员跟观众 而是朋友跟朋友之间 对对 这有个好东西哦 快来看 大概是这样 我今天去剧场看我朋友演出 对哦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对啊 是 所以这一次其实在 雨林的吃梦里头 它虽然是一个 所谓的传统戏 但是我知道柏王在里头 也做了一些手脚 对不对 对对对 虽然是传统戏 还是要做一些手脚 就是戏曲 与其一直在进步啊 进步的长相不太一样 就是我这次在这个戏里面 因为避免 也不是避免 就是我更多的想要让把一些我自己的观点跟好东西分享给观众 这样 所以这次来看戏非常干净 大家可能看戏曲都会觉得灰灰 就整个台就大量啊哇很灰这样眼睛回去看了都有点难受 就是好不是 他进去之后只会有主演是有全服武装的这样 全装 全部都是好的 对 然后其他人 然后他我们不会跟动他 就是不会改动他任何东西 就是他就是传统的 就是他就是传统的 他是传统的 但是我们其他旁边的人全部都是中性的 或者是时而是他的配演 时而是他的影子 所以舞台上不是像传统戏里头就只有催事一位 对对对 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也会一起出来 大家是 大概五六个人之类的 哇其他的催事的影子 还有其他催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 因为你看戏曲有时候在台上蛮一瞬即逝的 就是哦 哎那个好好看 那就过去了 对 那他的那个传达 比较没有办法让他准确的说 啊我刚看到那个点 我还可以再回来看一次这样 不行 所以呢可能就是 哎雨林出场之后 我们作为 我刚刚不是讲吗 时而是配演 时而是影子 就是我们可能是重复他的影子 比如说刚刚那个 刚他出来那个 我认为他出来那个移动 是非常美的 那这个这个小移动呢 包含了所有我认为 戏曲在弹行角色里面的 某一个类型角色的经典 所以呢就算他完成他的出台 亮相之后 后面就开始一直重复那个移动 这样 哦是就有不同的人 对后面有一排人是像他影子一般 把刚刚那个 我出场亮相那一刻 他就是那一刻结束就没了 可是我会把亮相那一刻像涟漪一般的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看看很美吧 这些很美吧 然后他一个个人的戏就不是完全靠 他一个人的气场去hold住这件事 而是其他人会协助他完成这个场面 所以一个人的传统戏就不止 只会是你看到他就想说 为什么一个人戏你们这么多便当 没有台上人很多 然后还有一些是我的诠释 因为我不改动传统戏的状况之下 传统戏有些东西 他还是有他时代跟历史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用这些人去加入我自己的诠释 他就会是一个作品 他是真正属于博又全宁的风格的一种 新的扮演传统戏曲的方式 但是我又不干扰传统戏曲 但是我在上面加花 锦上添花吧 可以这样说 可是博王当初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呢 其实这也要蛮感谢云门的节目部的同仁们 我不确定是哪个部 但是就是感谢云门找我们去的人们 然后大家都会讨论 就是作品在云门到底有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云门不该只是个剧场 云门应该有更多态度 或者是观点 那关键字就是身体 在云门的关键字当然是身体 那我又做很有戏曲身体 但是他又很现代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要想 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就说传统戏那跟一般传统戏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社交官演为何不要 为何要在云门演 那我在大澳城演依然很好 为何不要 那我就说好 那我回去想一下 那想完之后我就想 传统戏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 传统戏对我来说除了是养分之外 难道他的美学在当代就要被淘汰吗 是这样吗 后来自己想完之后发现 其实我的答案就是身体 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深讯工作坊 在演出之前三天也是这个 那很多学生可能会说 老师我们这三天都在上课 我没有办法去 好怎么办 没有啊 翘课来啊 本来就是啊 你在学校 你真的觉得你在学校 你有学到什么 让你非常深刻吗 如果你觉得 想学的 对对对 就要来 你就要来啊 这关都过不了 你还跟我学东西 算了吧 这样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找到那个身体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是美的 那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传统戏曲回到文本 回到什么 可能有很多时代上的问题 可是就像二虎青年 当初彭工案施工案 其实是一个为政治铺粉的一个小说 对我来说 那到了当代 我当然不会为当初的政治铺粉啊 那我要怎么去合理 就像雨林说 我已经是个大神了 那个内在的 那个人物的心情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绝对不是因为 我要当个贤兵爱富的人 no 他一定有他不能丢弃的 你如果去认真分析催事 他可能小时候被饿过啊 他可能饿过 然后被丢在路边 差点被野狗咬死 救回家之后 他就不能没有钱 他就会很恐惧这样 所以他宁愿选择面包 但他当然会憧憬爱情 听起来多么哀伤 对不对 所以是瞬间变一个哀伤的姑娘 这就是导演做的事情 这样 所以传统戏很多这样 那到了我受伤 我不讲文本什么的 我把美好提炼出来 所以才要是杨瑞于演 我自己都不演啊 你看 我自己我自己为什么不演 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限 过期了这样 你保鲜期已经接触了 可是我的导演的保鲜期 不是保鲜期 我现在正是最好的 赏位期 对赏位期刚好 所以加他们的正好的 使用期对不对 然后结合在一起就 所以我自己不会去 我知道 因为我其实要求也蛮高 所以我不会破坏那个画面 我就让他们最适合的时间 去做最适合的事情 这样 然后我用我到了这个年纪的 可以欣赏的那个观点 他们可能会卖力气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有多美 可是当我知道他们有多美的时候 我就可以协助他们 把这些东西拉出来 是 所以等于说 晚上的这两处 就是雨林的吃梦 以及杨瑞宇的护三娘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护三娘会更多在身体上 那这个两个戏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工作起来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一个是文戏 大文戏 对吧 雨林的是文戏 对 一个是大武戏 那这个 我跟那概念完全不一样 就是那好 武戏我知道要做什么 搭配演的 该干嘛干嘛 女生 我有时候会是女生 我会演啦 我会演 我当然不会担任主演角色 会跑跑跑跑龙套之类的 你也会上场 对对对对 就是 这就是这样 老板在台上当龙套的时候 大家就会非常认真 这样 然后观众会觉得 好好玩 然后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身体会变 我们有时候会是女生 有时候会是男生 我不用感装 但是我用身体让你感觉到 那个差别在哪里 那很多时候是配演 很多时候是打 看的是速度跟身体的与美 这样 它的那个额外诠释的事情比较少 它比较多是在用身体来诠释 可是吃梦是个大文系的时候 我就是让它变成是涟漪 跟让它变成是 那个才有我的观点 就是 我就是要这个点不断被重复 我需要你们看清楚 这个点是什么 可是到了五系的时候 就是你只要感受这个速度感就好 你只要感受这个热情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 所以我觉得 《不由全林》这个系列有机会 因为明年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再来云门的话 我们也会带其他的作品来 然后 我觉得这个系列 有机会可以把传统戏曲的美好 真正提炼出来 给当代观众看 然后甚至是到国际上去分享 只有台湾有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包袱 那台湾的京剧 要跟大陆也好 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京剧吧 就是如果你要做出区隔 跟因为土壤养分 而产生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又正在做这件事情 那台湾唯一这样 是 真的是台湾唯一 而且这一次的演出 即便雨林曾经以前 在新剧台演过吃梦 然后 杨润宇是第一次演 护三娘吗 也不是了 对不对 他应该之前比如说比赛啊 或什么 已经演过很多次 但是 这种演法 第一次 被我荼毒的演法 是第一次 你不能好好唱戏 不行啊 杨润宇给我回来拍戏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本质还是在于 应该说 柏佑群灵系列 其实是我们向传统致敬的 回到这个本质 这个点 原点上面 是 可是我觉得它依然不会流失 原本那个传统折子 该有的精华 我觉得就像柏王刚刚讲的 他想要让大家回归到那个 传统戏曲身体的美 那这个画重点的方式呢 其实 如果没有相当的爱 是不会愿意这样做 相当的爱 对 我说相当的爱 是说他对传统 京剧这件事情的热爱 是 就像我昨天去 最近去排其他团的戏 这样 然后其他团的戏 他们就说 老师我好想看 那个 因为大家 他现在同意 有点没办法互相观摩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忙嘛 然后老师好像看 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戏很好 我说怎么样 他说你们是创新 没错 可是你们虽然说创新 可是你们的功很多 就是 这个戏里面有很多环节 是又要打 又要走边 又要干嘛 那都是传统的东西 他不像很多新编戏 我弄了新的东西之后 我就都在对话 就是我没有传统的功底 我穿大衣 可是我照样当成 靴子耍 就是戏曲的那个靴子耍 那 就像我们的龙头 我没有马鞭了 我骑摩托车 我不会拿个真正的假龙头出来 然后假装做墨具 因为我们知道戏曲之美的规律是什么 是迂回的美学是什么 圆顺张弛度的美学是什么 那我们把它放进你们这个世代感兴趣的文本 如此而已 这样 所以还有一些观众分享是说 他那天买了一个 在Seven买了一张 不会做的票 然后店员就问他说 这是剧场演出 他说对啊 这个好看吗 然后他说好看啊 然后就走了这样 然后他跟他同行的朋友就说 这戏又没演过 你怎么知道好看 他说开玩笑 是不为我做的戏 就是对我们的观众来说 就是我早就不想他在演什么 他去就一定是好看的这样 所以就不需要观望 那像无菜单料理 对 因为他们就信任你们的创作的理念 跟你们的做法 就想来看说 你们又要干嘛 你们要端出什么菜 而且其实大姐 如果大家有看戏习惯的 任何剧场观众 欢迎大家来看 不得做的戏的原因 是因为 你可能看过很多剧场的节目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 就是这样 可能得到娱乐 或者得到什么 或者说我去看了什么这样 可是其实你可以来看看 不得做的戏 因为真的蛮不一样 就是他更多的是思考 更多的是传达某些爱 更多的是疗愈你 而不是让你笑两个小时而已 笑两个小时是很容易嘛 可是或者是哭两个小时 也蛮容易的嘛 可是如何被得到疗愈这件事情 我们不就做四年十个作品 十年十七个作品 我们一直在找 就是跟观众如何 我如何完满你的人生 跟完满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如果有看戏习惯的 知道原本在哪里的人们 就赶快去买票吧 好吧 时间到了 就来吧 有需要疗愈的 就真的需要走这一趟 而且建议大家先买第一场 虽然说最后一场票很差 但是买第一场 因为你可能今天晚你明天还要来 所以你就买了第一场 我明天还要来 那你就可以八场都跟到 而且明天不是我明天还要来 是我明天还要带朋友来 对 这样就这样就飞 如果你只看最后一场就饿完 看不到 我刚刚很想说就是 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带着你 往日观剧不太开心的经验 然后当然我希望你买套票 是因为你可以一次 尽把这个博优座 十年十成功力 十年的功力 会整成这个下午跟晚上的演出 然后你会看到博优座的根 跟博优座延伸出去的根 那我觉得套票 其实是最快了解博优座的方式 是是是 所以今年也走到第十年了 对 今年是第十年了 那当初 我相信你们走出这一步的时候 应该也是 有过很多的思考 然后应该也有一些师长 跟你们讲说 哎呀不要去做这个 当然有 但是没什么思考其实 就是坚持啊 我觉得几个关键字是 一个是坚持 我就是傻傻的就做了十年 这样就是一定要每年都要做啊 然后我也没有抵押房子什么的 都没有 就是我非常用老天爷给我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样子 我觉得不忘做 不用做 其实是凭着一个 一股傻气跟干劲 那我其实 我其实听了不少这种话 就是长辈的担心啊 然后的劝告啊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越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越清楚 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其实我就想到我的师父 顾正秋老师 那个时候 他后来认识博王之后 他有一次非常震惊的 邀请博王 然后跟他聊他的博右座 到底要做些什么 说实际的 就是请到我到他家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开心 就是师父想要了解他要做些什么事 然后他后来给予我们很大的祝福 跟 没有他是支持我的 而且非常鼓励我 而且他觉得 这条路不容易哦 不容易哦 可是其实这样才是出路 因为对老师来说 当年也是这样 所有剧团起来都是毕露蓝雨 你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不然何必呢 对 所以老师的支持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觉得 语玲啊 你这样传统戏怎么样 无所谓 师父同意啊 其实大家都觉得是这样 对啊 大家都想说 语玲为爱走天涯 对 哦真的 有这样的话 有 很多人这样讲 我听到的时候我想说 哦真的吗 其实我也没想这么多 其实我想了 是 我没有爱情中心头 因为多少个剧团都在争取黄语玲 其实还是可以争取啊 我没有没有不让淮玲去演出 对啊 就是因为语玲其实 我个人没有要把他绑在柏佑座啦 就是他作为一个公共财 就是台湾的公共财这样 就是欢迎大家跟他合作 因为柏佑座说要 往传统路线去完成他的传统那部分 我们能做的就是柏佑群灵 那语玲当然他本身的能耐来说 这件事情对他也是有趣跟有意义的这样 但是在传统系的部分 他完全没有不愿意去 跟大家合作 或者是不愿意去唱传统系 其实不是的 就是人没有这么 不需要这么表演这些声音是同的 不用这么二分 是是是 但所有的工作经验 不管是跨剧种的或是融合什么样的元素 我觉得所有的工作经验其实都会让我有更多的思考 在京剧的这条路上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去做微调跟延伸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有能力的时候赶快做 是好 所以真的是在他们能力最好的时候 看到他们最精湛的演出 还有像刚才柏王所讲的杨瑞宇 他现在也是在一个男舞 但最精华的最巅峰的时候 而且他的舞系真的会让人 他的舞系我为什么想要 杨瑞宇其实脾气很差 杨瑞宇其实有时候 就什么绝儿的气息很重 很麻烦这样 可是他谁也不服气 但对我还行 我是为什么要做他呢 这么难搞还要做他 可是因为我在读中文系学院的时候 他在读本科 我在读研究所 我有时候去看他的演出 可是我看他演出 有时候我真的会 我那个时候还写了一句话 就是真正好的东西 你不用cue观众拍手 他自己会叫出来 你根本不用 还要捧还要哄 根本不用 他那个东西一走 就觉得 好算你了不起 我就看到了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好吧 那就带回来给大家看看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进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要 我做戏也是要记得成本的 我赔完了我就没有钱做他们了 可是你先看一下 真的好东西的时候 你接下来就一直有得看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先募资干什么 我现在上 售票系统就是募资的活动 那你们先看 就是这东西看到之后 你真的会惊叫失声 就是哇原来 我以前你知道我认识黄云林 这当然会有点不知道攻击到谁 但没关系 我认识黄云林之前 我是不喜欢弹行角色 因为我觉得很无聊 唱半天在那边 青云花旦主在排泄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 觉得他们很无聊 然后我的节奏也很好 因为我们打飞脚的时候会有声响 我会啪 啪是稳定的节奏 然后他们在那边唱的时候 你就唱 苏三啪 你聊红桶 啪 我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节奏 你还去打到他们的那个白眼上 他们的慢版唱的时候 我就会啪 就是 它就会这样 就是这些东西就在我身体里面 长出这些节奏 可是我一直不喜欢 因为我就唱什么 我知道 我后来长大之后到新运团去工作 然后有一天他在旁边唱 我记得是什么戏 八三秀才应该是八三秀才 我这旁边来个兵 我听我说 哦原来弹行的唱腔这么美 原来我是可以听得懂 你是那个时候真的觉得美 还是因为看向这个女孩觉得美 那时候还没有看向这个女孩 那时候觉得美 哦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原来弹行的唱腔可以这么细腻 然后原来文字是听得懂 不是听不懂 那当然听得懂对我来说 因为我也是学金句的 所以 可是本来那个我听不懂 那杨瑞宇的事也是 是因为看到他 我才开始对舞淡这个 你不要看这才几年的事情 我从事这行这么多年 我看到杨瑞宇的时候才觉得 啊果然 钱淡还是有钱淡 为什么就在以前 交出好舞淡的老师都是男生 就是因为第一 只有男生有办法 看懂女生哪里美 女生是不知道自己哪里美的 就像没上程序哪一个是女的 都是男的 对 张俊俊也是男的 因为他们是男人 所以他们知道女人哪里美 所以他去进行扮演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啊 哇 演到最美 对 因为男人才懂女人的美 就是这个逻辑是这样 然后再一个就是 男蛋的身体素质 比女生好很多 他的腰 他的腿 他的劲儿 就是身上那些力气 镜头 镜头 然后他的松弛之间 是 这个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女生要练到会很难 对 而且再一个是男生的身体比较古典 因为我们有胸部嘛 其实 所以他的身体比较古典 但是他要更多做出R曲 去做出那个女性的线条 阁挪的线条 对就是女性的线条 然后还要兼顾武系的那个 那可能在舞淡这个行当里面 让男生去诠释 有天分的男生去诠释 会真的比看一般的舞淡来的 有不一样的体验 我不要说好坏啊 但是他就是有不一样的体验 怎么知道有什么体验呢 就是要来看戏啊 看戏 是 好 所以这个圣诞强挡 听博王这样讲 你就知道 真的不是随便端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才能称得上圣诞强挡 对 演出时间 演出时间是在 12月的16 17 跟23 24 然后都是下午2点半 跟晚上7点 半还7点 但是2点半之后就不要思考晚上 我不会告诉你晚上几点演的 2点半完你就留下来 然后就买一张晚上的票 吃点东西然后接着看 如果大家都到齐了呢 那就先开始好了 所以用一整天的时间 反正淡学那个地方 风景这么好 空气这么好 就像一个小旅行一样 当然啦 你出去琉球一趟 哪有去云门来的便宜啊 是不是 跟着好朋友一起做一个小旅行 然后又可以看到 二虎青年Z 以及晚上非常棒的吃梦 还有胡三娘 喜敌身心 喜敌身心 对或者是 你想要更快的拉近彼此的距离呢 你也可以上脸书 我又做的粉专 粉专专业 OK 好 我们也预祝这个圣诞强挡 叮叮咚咚 非常的热闹 而且非常的成功 非常谢谢波王 谢谢雨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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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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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戏曲小学堂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吹打曲牌 常常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 昆曲是曲牌体 它不但唱的部分是曲牌 还有一些曲牌除了用来唱 还被摘取大致的旋律 踢除唱词拿来当特定气氛的串场或者背景音乐来使用 譬如 鱼筹炖 大致 overdone是当特定层的音乐 那这首歌是一个词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